花莲市工作10日下午在远东百货举办花莲市与韩国的卫山馆玉市缔结姐妹市的40周年记者会 而为了要庆祝两市之间的深厚情谊 这次除了在这个圆柏市设有文化交流的影像展之外 市工作还与市区的八大韩式料理业者来合作推出韩式优惠饗宴 那么也欢迎民众一起来庆祝姐妹市第一节纪念的美好点滴 花莲市及韩国卫山广玉市在1981年6月19日地盟为姐妹市 至今已有40年 为了庆祝两市之间的深厚情谊 花莲市公所10号下午 特别在远东百货花莲店举办了40周年记者会 在花莲市跟卫山广玉市至今已经有40年 我们特别重视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我们也希望隔来无意的有名能够长长久久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任的市场里面 都非常尽心尽力的来结交姐妹市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从民间的外交 到城市的外交 到国家的外交 每一种外交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姐妹市之间无法互访同庆 但花莲市公所仍然透过办理展览韩国美食活动 来与花莲市民分享姐妹市交流的成果 而其中也设计了抽奖活动 只要成功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打奖猴礼 同时也有八家韩市餐饮业者 纷纷响应推出多重优惠 那对我来讲 姐妹市的业务的推动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 就是换了首长 各个政府 比如说我们的县或者是对方的县市 换了首长之后 这个业务就没有要推动下去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 我们台的花莲市 在这几年来一直努力在推动 所以我个人对 贵市市场抱怨 最高的敬意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卫市长的带领之下 可以将花莲的好山好水 或者是我们的美食文化 以及我们的民情风俗 推考到韩国卫山市 这次的周年活动 花莲市也邀请到知名插画家Dankan 为两师蒂蒙 今年设计艺术装置 市长为嘉仙表示 这座取名为金潭号的艺术装置 将在9月14日与北冰外环道揭幕 欢迎民众一同来庆祝姐妹是蒂蒙的 美好点滴 记者徐立琴 欢联系报导